確診了41宗個案 個案編號是8925至8965 這裡有22男、19女 年齡是9至82歲 41宗個案分別是一宗輸入性個案 另外40宗是本地個案 本地個案有16宗暫時找不到源頭的本地個案 另外有24宗是跟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這些個案裏包括一宗是之前娜達蘇護島縣的一位人士 現在總共那裏應該有兩位工作人員 以及兩位院友是受感染的 今天新確診的工友是在檢美中心確診的 即是已經離開了那間院舍很久了 另外今天我們也有兩個大廈 需要接受強制檢疫的 因為他們也有兩個單位不相關的受影響 一個是在源州村的元盛樓 另外一個是在將軍澳、翠林村的輝林樓 兩個都是分別 在在源州村元盛樓是有兩個單位 一共有四個人受影響 其中一個單位是三位 一個單位是一位人士 另外在將軍澳翠林村輝林樓 就是有兩個單位 分別是兩個人 就是各自一個人受影響的 另外就是我們昨天 就有一個確診個案 八九五五 它就在藍田將軍澳隧道地盤上班 我們當時也有建議 叫了其他員工去做檢測 他們也很合作去做檢測 其中暫時現在就有十位 都是初步陽性的個案 這裡也有一個爆發 所以我們也需要再次叫這個地方 那個工程的地方需要停工 還有要所有的工作人員 就接受強制的檢測 藍田將軍澳隧道那裡 上一次主要都是一些紮鐵工人受影響 這次開頭的幾個都是一些搭棚 釘板 當然陸續有些公眾都在問 似乎就不是同一班 當然 加上的 但是 那一個就只能縸 帥培 藍田將軍澳 其實 沒有